无人车最快明年开放道路试驾 经济部研拟相关草案 已经在三月底完成了法规预告 最快下个礼拜就可以将草案送到行政院 经济部表示 目前针对自驾车立法的国家只有新加坡 而这次草案 南瓜了陆、海、空、无人载具 创下全球首例 透过手机APP轿车 无人自动车随抠随到 路上遇到行人、脚踏车各式障碍物 立即启动自动刹停 类型的障碍物出现了 来做一个自动紧急刹车的动作 不过研发单位表示 这些都是模拟道路的情境 如果实际上路车况恐怕没这么单纯 暴冲击车、危险驾驶 这些突发状况 还是得透过开放道路实测 打破无人车的技术瓶颈 为推动台湾无人载具科技 创新实验条例草案 已在三月底完成法规预告 最快下周将草案送往行政院 立拼本会期完成立法 未来无人车业者将不用再封闭场域实验 最快明年就可申请到开放道路试驾 不过之前美国一辆测试的无人车 撞死了一名穿越马路的富人 多数民众认为自驾车在实际道路测试 仍有安全疑虑 经济部表示草案没有针对安全事故定出罚者 不过如果遇到事故 主管机关可以随时终止实验 事故当事人仍需按照现行法规 负民事或刑事责任 申请人必须针对事故提出说明 判断事故发生原因 如果无法在短期内排除技术问题 将被取消测试的许可资格 记者黄立委张国良台北报道